看了前面的视频 你能想到这么有身高有颜值有才华的张灵鹤 在进入娱乐圈前 是个200斤的大胖子吗 这位出生于1997年钓尾巴的大帅哥 网传拥有一米九二的海拔 五官精致大气 是个少年感十足的校草 在他身上总是能看到校园帅气学长的气质 笛梁上的那颗质 更是为他大气的五官增加了辨识 这颗质生长的位置 不亚于南韩美人寒家人笛梁那颗质 是五官里非常惊艳的点睛之一 同时张灵鹤也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霸 当年高考数学成绩满分200分 张灵鹤就考了182分 他还获得过省级物理竞赛二等奖 是个妥妥的学霸 而这样的学霸进入娱乐圈 应是靠着天赋异禀的演技和后天的努力 更是将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在今年大火的古偶剧里 他既能演得了仙子们都轻怒的三界战神 虽然是名头最想法力最拉胯的战神 还能hold得住夏凡缺失脑干的斗 是一个演技非常多面的优秀演员 不出意外的话 《苍蓝爵》可能会成为张灵鹤出演男二的最后一部剧 但是以后这么人设完美的男二 请不要找张灵鹤长得这么帅的 不但男二虐心 作为观众的我更是非常的易难听 那么你喜欢这么有身高有颜值有才华的大帅哥吗